我必死生罪过 飘火与新的水火 为你吸尘一生的苦涩 神尊 实在说 万灵院的小仙童 掉进去片刻 半条命都没了 你说什么 神尊 我的药炼成了 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去 药王洞拿药了 我可以给你炼药的 你大半夜来这边 就为了试药性 小仙这才炼了 第七路就炼成了 你说我是不是 很有炼药的天分啊 这里冷 起来吧 对 神尊可不能动着 赶紧走吧 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对了 神尊 小仙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那个 神尊 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桃林中人呢 都擅长医术 小仙也一样 自小我便和师姐跟爹 学习医道 平日里行医炼药 都是棘手的 可是自打小仙 上了天宫以来 这看家的本事就割下了 昨日里小仙还碰到师姐 被她教训了一通 正所谓学海无涯 不进则退 小仙深感羞愧 所以小仙想冒昧地 请求神尊 可否允许小仙 将自己的房间 改成药房 一供小仙配药炼丹 专研医术 你懂医术 是 还会炼丹 对 那你自便吧 多谢神尊 人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情无义的女人 本座不见也罢 上车慢走 哎哟 哦 你 你 我的天哪 快起来 灵溪 灵溪 你这不是在修炼医术啊 你这是在练制法器啊 我听说那个天雷真君的神火掌心雷 那是他的成名术法 你要是再这么继续练下去 你肯定能打背他 你快别说风凉话了 灵溪 我理解你身为整个天宫唯一一个地仙 心里有压力 但是做人要量力而行 你这修炼的方法有千种百种 你干吗非要练药呢 我看你食量很大挺能吃的 这样 我师父当年传授我一套精吞大法 我交给你 然后再给你做一些灵气充沛的菜肴 你每天吃上个十桌八桌的 估计有个一两万年就能飞升成仙了 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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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说的精吞大法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 我也觉得挺适合你的 教教我呗 走 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她口中说的那个血液可爱 聪明善良 活泼机灵 落落大方的那一个人 聪明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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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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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就是你练的丹 我怎么感觉 给我打暗器还差不多 还我 你懂什么呀 灵溪 你这练的是什么丹药啊 是能延年益寿 还是增加修为 还是什么疗伤驱毒的丹药 你是第一次练出成丹吧 是啊 可是不管你练的是什么丹 你都不能胡乱吃啊 这万一要是练制的方法和火候不对 成了毒丹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十三 你上次说 上青镜有一捧望月泉 是致寒之水 可是真的 当然了 早些年万灵院就有一个小仙童 失足掉下了望月泉 不足片刻就险些丢了性命 那症状就跟咱们神尊 得了寒疾差不多 后来虽说那小仙童捡回了一条命 但也是终日打摆子 天君就派他去看管竹日鸟 希望能够借助竹日鸟的火力 去驱散寒气 你们说 咱们也在院子里养上几只竹日鸟 是不是也能驱散神尊的寒气啊 我漂流在水天一色的银河 看月光 荡气层层吟过 在梦中 你悄然掀起了轴折 牵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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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冷啊 这要是掉下去 肯定弄死了 不关了 是一时才知道 我喜欢你 浪贴引着 如果呢 看月光 在梦中 来 你了 这要是人了 我忙起了 沈尊的水火 为你吸尘一生的苦涩 沈尊 实在说万灵院的小仙童 掉进去片刻半条命都没了 你说什么 沈尊 我得要炼成了 你看 我跳进去 没死 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药王冻拿药了 我可以给你炼药的 你大半夜来这边就为了试药性 小仙童才炼了第七路就炼成了 你说我是不是很有炼药的天分啊 这里冷 起来吧 对 沈尊哥不能动着 赶紧走吧 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沈尊 沈尊 你 你等等小心 老爺